人权组织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举行了一次集会 以支持维吾尔人指责中国近年来加强对维吾尔人的身份、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镇压 活动人士指出数万人被迫在东都决散地区的民田工作 而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待遇是不可接受的 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因其身份和信仰而故意破坏维吾尔人 并强调尽管国际人权组织发出警告 中国政府仍继续开展这些非法活动 美国星期五在联合国强烈谴责中国在多多决散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美国驻联合国民事代办马克·喀萨伊当天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 我们谴责中国虐待手术民族和宗教手术群体成员的行为 包括在东都决散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以及在西藏实施严格限制 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使朱利安·布雷斯·韦特说 我们依然深切关注在东都决散的广泛且系统性的人权侵犯 其中包括可信的有关强迫劳动和强迫监狱 踏上亚洲访问行程的美国国访部长欧斯丁表示 此次访问是为促进与美国盟友的军事合作 打造对中国的可信威势 美国国访部长欧斯丁周六展开上任以来首次亚洲访问行程 欧斯丁周六访问了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 接着前往日本、韩国与印度访问 他在推特上写道 我们将就许多重要议题进行讨论 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这一切都是关于同盟与伙伴关系 欧斯丁在谈到亚洲访问行程时对记者表示 我们的竞争优势受到侵蚀 但是我们仍然维持着优势 我们将继续增加这份优势 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拥有能力以及行动计划 能对中国或任何小与美国较量者做出可信威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欧斯丁 终于开始对日本和韩国进行围棋四天的结盟之行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 中国有关中国海岸警卫队使用武器的法律是有争议的 因为它违反了国际法 日本防卫队大臣岸信夫表示 有关法律允许中国海岸警卫队对外国船只使用武器 该法律已于2月1日生效 参与由加拿大智囊团组织的电视会议的岸信夫指出 这不有争议的法律存在不确定性 他指出 该法、英语和国际法不符而引起争议 他重审 中国为加剧东海和南海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是不可接受的 他补充说 日本愿意改善与加拿大等同盟国的关系 并保持印度太平洋的自由开放状态 周日成为缅甸军方推翻民选政府以来最学性的一天 在缅甸最大城市阳光的郊区 安全部队向手持棍子和刀具的反政变示威者开火 监控组织援助政治犯协会称 当天的死亡人数至少有38人 自2月1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 军方拘留了缅甸民选领导人和原职政党 全国民主联盟的大量官员一来 缅甸一直处于抗议活动之中 在安全部队的武装干预下 有100多名示威者丧生 有1500多人被拘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将找到